今次看到的是一條比較經典的題目 它就要你找四個連續基數 基數就是單數 令到它們加在一起等於88 比較有技巧就是要處理連續基數這個概念 我之前說的單數 例如如果我說最小的是3 剩下的那些就是一路數下去 135795 7 9 這些就是連續基數 遇到這些例子 我們首先看到這些題目 一般我們切X或者微知數 一般都用X 我們切X 一向都是切球的那樣東西 但是這次我們要一次過求完這四個數 那 比較常用的方法就是 要是切最大那個 要是切最小的那個 要是切最小的那個 這個就是我們用最小的那個數 來做X來做例子 那 如果最小的是X的話 即是假設如果這個3是X的話 即是假設如果這個3是X的話 接著下來的那些 就會是X的下一個 就比它大 3大2下 3加2就是5 那所以 最小的是X 那X的下一個基數呢 就是X加2 那再下一個就是X 加4 接著下來就是X加6 那它們sum在一起呢 要等於88 那這條就變成了比較普通的方程 那然後你處理一下 將這些X 加在一起 那這裏1 2 3 4 有4個X 那就是4X 然後將這些數字又加起來 那這裏有 2加6 6加6 12 等於88 那這樣 將那12拼在一起 4X 等於76 那X呢 76除以4就是19 那我們找到 那X是19 也就是最小的是19 那其他的呢 當然容易找到 一個19 另外一個就是21 23和25 那這個是 你遇到連續基數 或者連續偶數 偶數 偶數這個偶 那連續基數 或者連續偶數呢 那都是要這樣做的 第一次 例如最小的是X 那下一個就是X加2 就是你單數和雙數 那你一個是X 下一個就是X加2 那如果只是普通說連續數的話 那連續數如果一開始 最小的是1的話 那下一個就是2 那下一個就是3 那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最小的是X 那下一個就是X加1 那下一個就是X加2 那下一個就是X加2 那如此類推 哪裏 這個題目呢 就 沒什麼 操心 最重要就是 要考大家 怎麼樣 列出第一條 這個色 那下面這些運算 就沒有什麼 耶